也往南往南海移動 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不過預估是以往南海移動的機率最高 所以在未來的天氣的話呢 所以說在未來的天氣的話 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東北季風的增強 也就是在22號的下午到23號 我們可以看到在迎風面的北部 東半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 還有宜蘭地區 可能降雨的時間會比較長 屬於持續性的降雨 也可能累積到局部性的大雨 甚至在宜蘭的山區 有機會出現局部性的豪雨 那到了24號、25號之後呢 水的熱帶系統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我們可以從圖中看到 水氣的區域範圍大致類似 不過整體降雨的強度是有差的 在大台北、宜蘭、花蓮地區 都可能出現局部性的較大雨 甚至是大雨等級的降雨 不過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宜蘭地區 則是在流域可能會有局部性的豪雨出現 那到了26、27號 也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台灣附近的降雨就會變得明顯起來 尤其是在整個大台北、宜蘭、花蓮地區 都可能出現局部性的豪雨 甚至是豪雨以上的降雨 不過這邊的降雨 還是取決於未來整個熱帶系統移動的方向而定 還是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